就是看過他在演戲裝可憐裝好人了 誰覺得我是一個好男人 這是從哪裡來的 我發了一個愚蠻爸爸的笑話 只是為了批評人家 他離婚一年多之後 還繼續盜用我的 就是美國帳戶的電子支票 付他的水電瓦斯就算了 付了百萬台幣的房屋稅 這應該是在公寓的 這應該是在公寓 不知為何是在公寓中的公寓 為何是在公寓中 但我猜猜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然後第二, whatever錢她失去 她失去那個錢 還回到她的銀行 她是在公寓中的貨幣 然後它應該是用來支付給她的房子 在她的名字上 她應該是賺的 但她應該是在公寓中的 所以我猜猜她要做這個 在公寓中的公寓 我猜我們現在正在 大家打電話關注的時候 你小心點 昔日恩愛畫面已經回不去了 26號上午李柯太太被台北地院傳喚開庭 2021年她和前夫人結束這段5年的婚姻 兩人為了離婚鬧上法院 但這恩恩怨怨似乎還沒了結 嗨 她是李柯太太 今天過得好嗎 不確定了 因為她被前夫告惹 已經不是別人太太的李柯太太戰力滿點了 她在社群平台另開戰場 踢爆前夫醬在婚姻關係中和女網友私訊聊色 對她冷暴力 美國房子是她獨自買的 由南方裝潢 現在全給她和她的女友住 還盜用她的前夫水電瓦斯房屋睡囊 就是看過她在演西裝可憐裝好人了 誰覺得我是一個好男人 從哪裡來的 我發了一個愚蠢的父親笑 我剛才有很多質疑和提供 我剛才有很多質疑和提供 我剛才開始一個只粉絲的網頁 因為我需要錢 我還有10粉絲 可以賣這些 人們喜歡這些吧 她離婚一年多之後 還繼續盜用我的 就是美國帳戶的電子支票 付她的水電瓦斯就算了 付了百萬台幣的房屋稅 這應該應該要在公司 這應該應該要在公司 我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會在公司 為什麼會在公司 但是我們應該要做這個 現在 然後 第二 什麼錢她失去 她失去那些錢 她回到她的銀行 她是說話的 然後 她應該要花錢 她的名字 她應該要花錢 她應該要花錢 所以 她應該要花錢 她應該要花錢 在公司 然後 現在 大家打定不關 這時候 你不小心點 她拿了很多東西 我相信她是罪 其他都是真正的 真正的 她是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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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她不是很正常 她是真正的 她是真正的 或者是真正的 她是真正的 這也很難 我兒子 我不知道 她會把這個 當她年紀 我不會想她 她有兩個父母 在網上攻擊她 但是 我們現在 三里娛樂新聞 事與願違啊 報道 過世為了婚姻到法院 對補公堂 如今又為了錢提告 未來見面 恐怕只剩下 法院見